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要接著上一週所談的 就是有關這個勤文跟寶玉之間 那麼透過這個指甲 還有貼身浴衣來作為一個情感表達 這個就是所謂觀情類的第四項 那我不知道你們回去 有沒有仔細看這一段 其實這一段有非常豐富的 而且很多層次的意涵 那我們一般當然都把它當作是 兩人之間非常親密 然後難捨的那種關係的一個決別 而因此深深動容 那在這裡面也未知感慨萬千 我想這個感受都非常正確啦 然而我自己在閱讀跟思考過程中 發現一些也許有一些些不同層次的東西 所謂不同層次的意思是說 剛剛所談的那個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只有那個層次嗎 所以我們現在請各位看一下 就是這個勤文跟寶玉這個指甲 跟這個貼身浴衣的這一項 那是不是請你們就找到第77頁 我們還是我後來還是決定 我們花一點時間 把我發現到的一件小東西 各位一起來思考 實際上人性第一個真的有很多層次 第二個每一個層次 可能也會有不同的這個面向 那再加上說 人本來就是構成很複雜的一種 一種這個存在個體 所以我想也許我們先不要把一個人 太過單面的來看待 所以來請大家翻到第77頁好不好 77回在1、2、1、9頁 那麼我其實是很期待你們是先仔細讀過的 如果沒有仔細讀過的話 我們以下所談 你可能一時之間掌握不到 那麼非常微妙的地方 好 所以無論如何 我們還是得要請大家看一下1、2、1、9頁 那麼這一段啊 我就不詳細的一句一句的唸了 那麼你們應該要逐字逐句 好好去體察一番 而且有如西方的研究者所提醒的 你應該在閱讀過程當中 常常停下來 因為如果你讀得太快 鬆鬆忙忙之間 你只會關心你原先秀就知道的那幾個重點 可是這麼一來 你會忽略掉很多細微的訊息 而因此變得胡倫吞藻 所以我們現在要帶大家 時時刻刻停下來想一些問題 那麼這是兩人 那麼也可以說是人生最後的一次見面 那他們彼此也心知肚明 所以就更加使得這一次的見面 真的是充滿非常尖銳的痛苦 乃至於真的是讓人哽咽難言的一種深沉的無奈 所以這一段我想你看就兩個人的哽咽啦 然後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啦 那一種緊緊握住 但是捨不得放開 卻又註定一定要這個結束的那一種痛心 我想這個大家都盡量可以去體會 然而然而以下所說 請你們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因為很有可能是滿顛覆性的 這個也是我多年來不斷的在 常常停下來的思考 然後就我所認識到的人性 從我的以及很多人的這一種生命體驗 然後再來反饋在這個閱讀過程中 然後發現確實有一些東西 是我們以前很單純的在關心情感的時候 所會忽略的 那例如什麼呢 例如來先請看一下 1.2.19頁你們都讀過對不對 有沒有注意到 當他們的乍見面的那一種哽咽 然後那一種既震驚又非常這個悲痛的那種感受之後 慢慢他們恢復了一點現實感 然後有了語言的能力 然後彼此之間就進行了對話對不對 這個過程當然就是真的是驚心動魄 我覺得曹雪芹把這個感受處理得非常好 然而然而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 當他們開始恢復語言能力的時候 請注意他們的第一句話 他們的第一個關心是什麼 很有趣喔 這個你們大概不會注意到 所以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 可不是對於過去他們呢 曾經有過的美好記憶的那一種沉思或者是品味 不是對於未來失去了對方 人生有了巨大空缺之後的那一種恐懼 好 都不是 那到底是什麼 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 當他們恢復語言能力之後 恢復了對現實的一個真實感之後 他們首先浮現出來的一個關心是什麼 你們不仔細看 這些東西就會忽略掉了 好多很重要的訊息就掌握不到喔 所以細節很重要 我們的曹雪芹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作家 偉大的作家不管他是在畫漫畫 或者在創作小說 或者是像這一類的東西要反映人性 反映這個世界運作的 種種複雜的這一種創作者 那麼包括電影 包括電影的導演 如何在細節中去呃呃呈現 人性跟在細節中去建構 他的敘事的豐富度 說實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評價標準 所以呢 我們來看這些細節就非常重要 那發現到了吧 我們秦琼首先先恢復語言能力 然後他第一個要求是什麼 他要喝茶 好 那所以有沒有發現 原來人物在一個生死交官 生離死別的這一種非常濃烈 非常極端的時刻 對於當事人而言 恐怕對他更直接的一個感受跟迫切的需要 其實還是生理性的 好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他是要喝茶 然後呢 我們寶玉還是按照原來的慣性 不要忘記喔 秦文字又上來是嬌生慣養 這也是當時的丫鬟 其實是非常罕見的待遇 這個在前面這一頁1218頁 這邊有特別特別的這個提到 沒有沒有 不在這裡 是在那個三十幾回的地方有提到 或者是前面七十 應該是就在前面啦 就是說他自幼上來是嬌生慣養 事實上是從來沒有受過委屈的 那麼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我們的寶玉跟他的相處 當然其實真的是小心翼翼 而且努力的迎合他 不要忘記寶玉的天性 是不是也是那個所謂的坐小伏堤 言語纏綿 很懂得設身處地替別人設想 尤其是少女 他簡直是可以把自己滴到塵土裡 去開出花朵來 有沒有 只是為了讓這個少女們開心 這是我們寶玉的天性 所以你看喔 寶玉還在一個比較平常的狀況 所以他在要服侍秦文 喝茶的這個過程中 他還是按照他的常態 這個常態是什麼呢 來 請看中間有講到 首先秦文剛開始開口說話了 在那種震驚的激盪的時刻 他終於回到現實 然後開口說的話是 阿彌陀佛你來得好 且把那茶倒半碗給我喝 他說渴了半日 叫半個人也叫不著 那寶玉聽說立刻就擦了眼淚啦 說茶在哪裡 在哪裡 那秦文就告訴他 沒想到呢 寶玉看了就覺得這些東西 又不像他們家的 完全那個等級是天差地別 那也不像茶壺 然後那個碗呢也盛大盛出 拿到手裡 那麼還就已經聞到遊山之氣 像這類東西在假家是看不到的 知道嗎 所以他覺得秦文本來是嬌生慣養到 真的是金枝玉葉的層次 那這些東西可以拿給他喝嗎 不要忘記 他當初只不過是對妙玉說 為什麼他們用的就是那樣的茶杯 我就是這樣的俗氣 還記得嗎 我們妙玉是不是就不開心了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具體的這個茶杯茶壺 是這一種還遊山還又粗糙 然後又笨重的這樣的東西 那秦文會不會受到唐突呢 這是我們寶玉作為這個護花使者 首先會體貼到會想到的問題 好 所以他就花了好細緻的功夫 你看又去用水散過啦 又洗過兩次啦 然後才又倒茶進去 結果發現這個茶也不大像茶 結果還在那邊猶豫 還在做這種細緻的步驟的時候 我們的秦文已經忍耐不住了 他就說快給我喝一口吧 對不對 這就是茶樂哪裡比的咱們的茶 有沒有 所以你看秦文是不是一直在 非常迫切的狀況底下對不對 非常這個飢渴 這個飢字當然是我們是當作偏義副詞來用 所以他非常的渴望趕快喝一口水 那這個水的品質啊什麼的在所不济 他完全不再像過去那樣的計較 所以我們的寶玉呢 因此跟他面對眼前的處境 你看那個距離就拉出來了 好啦 然後寶玉還是捨不得啦 所以自己就先嘗了一嘗 也沒清香也無茶味 還一味苦澀 這個能喝嗎 你不要忘記 他們是出自公侯富貴之家的 這種東西他們簡直平常看都看不到的 怎麼可能會喝到這種茶 所以結果呢 嘗壁之後才遞給秦文 注意一下 秦文如得了甘露一般 一口氣都灌下去了 好 那這個有沒有給我們一點點啟發 這樣的茶過去他連看都不看的 眼前竟然如同得了甘露 然後一口氣就灌下去 所以請你們注意一件事情 果然寶玉在這裡 他心中就發出了一點 我不知道這個能夠叫感慨 還是叫省思 總而言之他也注意到 這個秦文前後判若二人 這個落差太大 所以他也注意到 而你看他下面我們作者把他內心的獨白 都顯巴出來 那紀錄下來讓我們看 他說啊 你看他暗暗想到 往常那樣好茶 他尚有不如意之處 有沒有 當你擁有一切的時候 人就會難免跳三撿四 然後呢當你一無所有的時候呢 那麼唯一所有就是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 這不就是人性嗎 好 所以下面他就說 今日呢 竟然是這樣 看來可知古人說的 所謂的寶玉烹宅 機焰糟糠 那麼又到是飯堡弄粥可見都不錯了 有沒有覺得他下面所講的這些古文 所反映出來的人性 是不是就是我們一般人 都會有的一個所謂的常態 對不對 然而我要提醒你們的不在於這一點 因為這種人性是你確實在很多 我們周圍很多的小地方 其實都可以印證得到 我其實最關切的是什麼呢 是你們沒有過的經驗 也就是說你現在所在的一個處境是 你即將要失去一個眼前 你非常真愛 你甚至是失去不起的這樣的一個對象 那麼在面臨這樣子的一個重大失落的時刻 你們知道一般人會有什麼樣的心理反應嗎 眼前這一個人即將要從你的掌心流失了 然後再也回不來 然後也許就在倒數計時當中 你感受到那個分分秒秒的逼近 即將有一顆炸彈要猛烈爆發 把你的世界炸得粉碎 在這樣子的一個逼近末日的心理處境裡面 你們認為人的心應該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你們沒有經驗 所以我原諒你們 但是呢選夜叉裡面 有過對這個很好的一個反應 一怒要嚇對不對 偶爾看到一段嘛 但是呢我想那個作者或者是那個編劇 他們是真正有過這樣的經驗的人 所以才能夠編得出來 裡面很帥的那個全夜叉的哥哥有沒有 叫 殺生丸 喔 殺生丸 那她是不是旁邊跟著一個很可愛的小女孩 對不對 是把她救活的 欸 小玲 你們對這個這麼熟 對紅龍夢 都沒有那麼熟 好 不行喔 好 結果呢 結果有一集啦 那是我偶然看到了一個片段 反正就是小玲就不知不覺被拉進了冥界 然後殺生丸進去救她 對不對 後來其實是救不回來的 因為已經死過一次的人不可能再死一次 那所以這下子怎麼辦呢 對於殺生丸來講她一輩子的經驗裡面 第一個她沒有愛過人對不對 而小玲是她唯一愛的 那種愛之聲她自己都不一定感受到 可是這種感受到底怎麼感受 事實上她自己都不明白 她只是在體驗那她不明白 然後她也如同往常一般 整個人其實是在一種表面上非常冷靜 然後非常的鎮定的那種狀態 可是實際上她的媽媽有沒有 那個現場是她的媽媽 就在告訴她說 我現在非常了解你的心情 因為你在失去 你已經很確定她必死無疑了 她的那一把刀有沒有 那把刀叫 天生牙 你們都好熟喔 她太自信了 因為那一把天生牙是不是可以起死回生 對不對 到處在施展神蹟 所以她根本就認為我是一個上帝 我根本對死亡一點都完全不放在眼裡的人 可是她真的就在這麼一刻 她真正知道原來人面對死亡 是這樣徹底的無奈 徹底的無能為力的時候 這基本上也非常衝擊到她的自信 包括在這個衝擊之下 她要失去她唯一所愛的人 那她還在一種 我覺得是一種麻木的震驚當中 然而她的心境 我相信她已經進入到一個截然不同的境界 而她的母親很了解她 所以就是說現在就是要讓你體會到 什麼叫做失去摯愛而面臨到的那一種悲痛跟恐懼 那所以我看到這一段 我深刻了解到說 這個作家假設他有原來的那個根據的援助 或者是這個改編之後的這個編劇 他是真正了解什麼叫做 這一種失去摯愛的感受 那個感受這兩點最重要 一個就是自大的悲痛 一個就是自大的恐懼 那麼這兩種感受我加個自大 其實都只是要來呈現說 那一種自大用個自字 是一個極端的一個程度副詞 他要告訴你 你在這種處境當中 你其實是被這一種非常強大的 感受給淹沒的 老實說人在這種處境底下 你整個的心事等於是架空在一個 純然被這種強烈的痛苦悲哀恐懼 所淹沒著所吞噬的一個處境 那麼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事實上是沒有餘力 你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丁點 剩餘的心思去體會到 或者是去反思到別的東西 事實上是這樣 我很高興你們沒有這樣的體驗 但是萬一有一天 你們有這樣的體驗的時候 請再回來閱讀《紅樓夢》 你會發現很多 你原來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在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一個前提之下 寶玉的反應說實在的是很特別的 他竟然在這一種絕大的悲痛跟恐懼之中 他竟然還有餘力去省思 哎呀 晴雯表現出來的一般人性 是那樣子的就是擁有的時候 其實就會挑剔 然後會有創造出很多其他的 這一種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這就是發人省思的地方 那麼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我們不要講得過度的明確 因為這就會把一些優微的心思 過分的誇大 然而如果我們一定要把它講清楚 那麼說實在的語言把它落實 甚至把它誇大的那一個成分 我們也顧不了了 我們還是得說 我覺得寶玉對秦文的感情 應該還是沒有到那麼的深刻 因為如果夠深 那麼對方是一個 你失去不起所真愛的心靈的一部分 那麼你在要面對他的失去的同時 你事實上是真的沒有心靈空間 來抽出一個距離 把對象當成是一個觀照的課題 然後來省思他所反映出來的一般人性 然後對一般人性的那一種膚淺 那一種平庸來給予感慨 老實說你們沒有發現 這邊所說的什麼寶玉烹載經驗糟糠 其實就是很一般滿普通的人性嘛 對不對 平凡人才會有這種人性嘛 君子是不會這樣子的 所以秦文只是一個一般人 所以當他過去非常順遂的時候 那他也跟一般人養成一種骄縱的習氣 然後對於十一住行 也就有了他的一種挑剔 但是一旦失去客觀環境的支持之後 他也就跟一般人一樣 只要能活下去就好 很差的好 我也可以喝了 沒有關係 所以秦文真的是滿一般人的 那就這一點來講 我想這個臨終前的這個表現 大致上應該是可以支持這個說法 那麼他不像君子般的高潔 君子是有另外一種高度的 這個自我的提升跟訓練 那麼所以秦文的高潔事實上 恐怕是在另外一些層次上面呈現 而因此他算不算是一個人格價值 這個恐怕就是我們要再進一步思考的 這個是先提醒你們注意一下 第二呢 我們再請大家往下看 好啦 那我們寶玉一面想 一面就室內說 你有什麼說的趁著沒人告訴我 那就是要請問他的遺言 你們沒有這樣的體驗 我真的是很替你們慶幸 但是說實在的在這一種時刻 你能夠有足夠的意志力 然後去問對方的遺言 老實說他的心情絕對不是在一種 翻角到完全失去這個控制能力的狀態 那麼還在一個可以接受的 一般的這個理性之下 所以我覺得這一幕是否 如同我們以前純粹只感受到 他們之間的那個深情難舌所意識到的 也許就可以稍微做一點斟酌 這個是我提醒你們的 好啦 那秦文就烏葉說 有什麼可說的 不過哀一刻是一刻 哀一日是一日 那麼我也知道 横數不過是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 其實你們有過這樣經驗就會知道 在死別之前還有這樣的對話 事實上這兩者之間真的還不是一個 被悲痛跟恐懼所徹底淹沒的那一種 心神煥散的境界 好 總而言之下面他說只有一件 我死也不甘心的 下面我就還是念一下好了 因為這邊有很多細節很有趣 請你們每一句都停下來思考一下 他說我雖生得比別人略好些 並沒有私情蜜意勾引你怎樣 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 我太不服 好 所以請注意 我們一般讀者就只注意到這幾句話 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開始替秦文道抱不平 我們因為跟秦文感到認同 所以跟他站在同一陣線 對他的不服 由於因為有死亡作為一個前提 我們特別為他感受到憤怒 所以我們讀者很容易就因為這樣 然後就對很多造成他這個局面的 直接間接或者是不相干的因素 我們就開始展開這個抨擊的一個行動 然後當然王夫人就挨罵最多 這不用講 但是這是合理的嗎 我想這些都有很多層次還可以重新思考 但是我希望我們不要只停留在這幾句 繼續把他全部的話看完 他全部的話怎麼說呢 他說今日既已擔了虛名 而且臨死 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 早知如此我當日也另有個道理 注意到了 假如我早知道是這樣 今天會擔了虛名 那麼我當日會有什麼道理呢 這裡的另有個道理會是什麼道理 想一想可能性好不好 顯然我今天擔了虛名 那我對這個罪名是他最不能夠接受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說那早知道是這樣 我當日就要有另外一番做法了 那會是什麼做法 好 先想一下好不好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很有趣的小東西 來繼續把他看完 不料呢 我當時為什麼沒有做另外的道理 做另外的打算呢 因為我痴心傻意 只說大家橫竖是在一起 不想憑空裡生出這一節話來 有暈無促述 好 所以說了又哭 好 總而言之 請注意繼續往下看 那下面這一段我就不念了 就是他以那個指甲跟那個貼身蚯衣 然後再互相交換 那這個當然也很感人 然後請你們看到第六行 秦文勢類就伸手取了剪刀 將左手上兩根沖管一般的指甲 齊根腳下 那在這裡我們停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做人家的丫鬟 在服侍主人打理他的這個衣食 是衣柱形各方面的琐事 指甲能夠長到像沖管一般 你們到底有沒有把指甲養長過 沒有就去試試看就好 只要試試一小節不要到沖管 沖管是這麼長 那你們就知道說 這不是一個做丫鬟 一般做丫鬟有可能的一個現象 因為連我們這種不做丫鬟的人 都已經養不起這樣的指甲 因為很麻煩 他處處就讓你做事很不方便 那一個做丫鬟的應該所會處理的雜物 什麼的是不是比我們應該更多 沒想到他的指甲可以養得更長 養這麼長你在做事的時候不弄斷 那是幾乎是不可能的 你們試試看好不好 好 這些東西都要有具體的經驗 你們都是那種抽象的在看小說 所以很多東西就沒有讀懂 原因就在這裡 好 所以我要說的是 所以秦文真的像嬌貴的小姐一樣 他幾乎是過著就是千金小姐的生活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好 那他把他擠跟腳下就送給了寶玉 然後另外又伸手 那麼把貼身穿著的一件舊紅靈袄給脫下 然後都併指甲都給寶玉 他說這個就你收了 以後就好像見到我一般 那同樣的你也換來給我穿 然後我將來在棺材裡獨自躺著 也就還像是在怡紅院的一樣了 好 那麼這個當然我們也很感人 可是我在這邊也要提醒你們一下 為什麼我們寶玉送給黛玉的定情物 一定是要半新不舊的手帕 不可以是新的手帕 跟這個道理是相通的 知道嗎 全新的手帕就沒有那個意義 所以連寶玉送給黛玉的定情物 那個也是一條舊手帕 然後他告訴秦文說不用擔心 他絕對不會覺得受辱 反而會體貼出來我的用意 所以要注意新的就跟舊的是不一樣 差別在哪裡 用過的是不是帶有這個人的印記 對不對 就某個意義來講 也就等於是他的延伸 那個東西會有你的氣味 你的使用留下來的痕跡 這才是真正具有個性化的一個意義 這樣懂意思嗎 個性化就屬於這個人所專有 那就是變成這個人的一個化身的意思 變成這個人的一部分 所以這裡的就弘玲敖 也大概是也是這樣的含義 好啦 所以我們在這邊做了一個補充之後 請各位再往下看 他說論理不該如此 注意喔 論理在道理上來講 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所以你們要注意主仆之間 如果有這種傳情的行為 其實這就是違反理法的 可是呢 秦文說 我不管 只是丹的虛名 我也可是無可如何了 那寶玉聽說當然也立刻換了啦 然後也藏了指甲 那秦文又哭到 回去他們見了要問不必撒謊 就說是我的既丹的虛名 略姓如此也不過這樣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 有句話重複了三次 這句話連張愛玲都很喜歡 寫進他的白流書的那個清晨之戀裡面 你就可想而知這句話很重要 那我們回到《紅樓夢》的文本脈絡裡面 他出現了三次 哪一句呢 他 丹的虛名 所以秦文臨死前呢 他唯一一件讓他死不瞑目 他不甘心的事情就是丹的虛名 沒問題吧 因為他說我並沒有誘惑你啊 我並沒有做任何不應該做的事情啊 可是我背負了這樣的一個名而死 他覺得他最不服的是在這裡 可是我想這當然是很可憐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背負莫須有的罪名 然後頂了一個你沒有犯罪的事實 然後你就為了這個罪名去死 我想這個絕對是我們做 讀者會非常同情他的原因 可是我想除了這個之外 我提醒你們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們回到剛剛所看到的那幾句 他說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 早知如此 我當日也另有個道理 那麼我們如果整體來看 那麼顯然假如時光倒流 人可以重新開始而結局不變的話 那麼秦文會怎麼做 很明顯從這個脈絡底下 他注意喔 他不甘心的是擔了虛名喔 好 那如果是實名呢 如果是實名呢 他會不會這麼不甘心了 不會 所以既然我擔了虛名 那麼我就化實為虛 我就實際去做了 所以他做了什麼事 是不是交換貼身的那個內意 然後有這一個男女私情的表達 所以而且還告訴寶玉說 你不用隱瞞 你就跟他說就是我給的 所以很明顯對於秦文來講 他關心的不是禮法的問題對不對 禮法是君子在關心的 一般人不關心這個問題 所以他也知道論理不該如此 所以很明顯對他來講 他關心的是我是不是名符其實 如果我做了我為了我做的事情 而那麼得到這樣子的一個下場 事實上他可能就不會那麼不開心 那麼不甘願 所以可見這裡的另有個道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另有個道理 也許我們不要講得太落實 他所實行的就是他所謂的另有個道理 那麼這個另有個道理 我覺得或許會讓他跟小紅相差不遠 好 那麼小紅我們已經看到過了對不對 那麼我們就要來進一步追問一個問題 那他為什麼會擔這個虛名 他實際上沒有做是他真的不想做 還是事實上他不必做 這裡就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這邊有一句話很重要 來 請看一下第三行 他說我當初為什麼沒有做 我並沒有私情秘意勾引你怎樣 那只是因為從今天看來 我當時的想法太傻 所以他說我痴心傻意 只說大家橫竖是在一起 看到了沒有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很笨 我誤以為我們大家永遠會在一起 所以我當然就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誰知道我竟然要為我沒有做的事情 去付出這樣的代價 所以早自如此 那麼我當時就會另外有不同的做法 那換句話說很明顯囉 他為什麼擔虛名是因為他不想做 不肯做還是不必做 對的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你要回到他們的貴族家庭的 那個階級層次來看 你才會知道說 為什麼秦文會認為大家橫竖是在一起 如果你沒有了解到他的背景 你就不知道這句話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你想想看在那個時代 你一個主人要跟一個丫鬟 這個丫鬟到我家來 我再怎麼寵愛他 再怎麼縱容他 讓他像一個千金小姐一樣的嬌灌 那是你個人的事了解嗎 但是從法律 從那個禮法的一個框架來看 事實上這一個丫鬟本身 他事實上就是一個丫鬟 就是一個物品 就跟邪人是一樣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底下 如何可以橫竖是在一起呢 你們知道嗎 整個《紅龍夢》裡面 我做了全面的考察 事實上所有的丫鬟 貧瀰在再怎麼尊貴 貧瀰在怎麼樣受到主子的信賴跟寵愛 而不可或缺 你終究都是一定要嫁出去 所謂的嫁出去 就是嫁給誰知道嗎 小絲啦 就是家裡面的小絲 或者是小絲 如果他嫁給小絲之後 再生的小孩是不是就叫家生子 對不對 還是我們家的奴隸 那還有另外一種 賈家是因為寬厚人家 他們有另外一個做法 另外一個做法是我開恩 就是讓你們回你們自己的家 那讓你們的父母去自行聘嫁 懂嗎 這個是賈家的開恩 所以這個開恩 因為也是賈府的常態 所以也有很多的小丫頭 是不是也在寄望這一點 有沒有 所以然而最奇怪的是 為什麼秦文會覺得大家橫素是在一起 你們想想看 賈母是賈家金字塔尖的最高權威 那麼他在晚年的生活裡面 他最信賴最依賴的人不可或缺人是誰 是鴛鴦 所以假設要取鴛鴦的時候 是不是還引發賈母幾乎是空前的震怒 對不對 你們簡直在挖我的根啦 所以他非常的生氣 那好吧 這樣子的地位的鴛鴦 你們知道嗎 他的下場也必然如此 就是他也一定要發配 這個他們叫做發配 好 那就在71回吧就有提到 那他們每到一段時間 大概就會看一下家裡面的人口布測 然後大家的年齡看一看 哪些人年齡到了 那就是該要發配的時候 第71回有提到鴛鴦也在發配的名單上 可是因為之前有假設鬧過一番那樣的事情 鴛鴦是不是四死不嫁 然後加上身體又不好 所以就暫且就不處理他的問題 所以你們真的要知道 憑你在怎麼樣得理的助手 你是丫鬟就是丫鬟 你到17、8歲 你就是要進入到發配的名單 所以就這麼一來 這根本就是他們家裡運作的一條鐵律 沒有人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秦文竟然認定 他大家是會橫竖在一起 這個大家當然指的就是他跟寶玉啦 所以這個只有一個可能 你們該知道吧 只有一個可能 他跟寶玉是可以橫竖在一起 就是做妾啊 做姨娘啊 只要納了妾做姨娘 你當然就橫竖在一起了 所以這就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在秦文的認知裡面 他將來就是 他就是將來寶玉的妾 所以我認為在這裡 他很明確地表露出 在當時他具有一種所謂準姨娘的自覺 而這個自覺使得他 當然就不必再做任何私情蜜意勾引的舉動 對不對 沒有必要嘛 所以他根本上是我不必為 這個東西就已經本來就該我所有 所以我何必再用一些 甚至是不好的手段去爭取 這樣懂意思嗎 好 而為什麼他會有這樣準姨娘的自覺呢 他當然也不是在憑空妄想啦 事實上確實也有這個跡象 也有這種隱為的那種暗示 那就是不要忘記 秦文是誰給的 是賈母給寶玉的 那果然在那個王夫人發配 就是說把那個秦文給撵走之後去 有沒有注意到 他還必須向賈母回報 他說這個秦文大了 然後又懶了怎麼樣 所以我就製作主張就先 就把他打發出去了 有沒有 賈母還說了什麼話 他還說他覺得從容貌 還有延談 針線 那麼秦文是最好的 他說將來還可以留給寶玉使喚 誰知變了 有沒有 然後他說你既然這麼說 當然不會錯 那這樣做很好 所以這段話應該是在70 多少 你們 已經都到78回了 好 那各位你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78回 對 就是1229頁 78回的第一頁 那麼我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顯然 顯然 從王夫人他作主撵出秦文 他還得要向賈母報備這件事情 就可想而知 因為這是賈母給的 所以照理來講 是不是應該由賈母來指派才對 對不對 那所以王夫人做了這個決定 他就擔心說他越主帶袍 所以必須跟賈母說明原位 這就是他們家的禮數 而你也可以很明顯的知道 秦文其實是一個最高權威指派給寶玉 而因此特別有一種寵玉的那種地位 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請注意一下賈母所說 就在倒數第六行 他說秦文那丫頭我看他甚好 怎麼就這樣起來 注意喔 我的意思 這些丫頭的模樣爽利 言談針線多不及他 將來指他還可以給寶玉使喚德 注意到這句話 什麼叫將來還可以給寶玉使喚德 寶玉現在不就在使喚他了嗎 那為什麼還要講個將來 就可想而知 這裡的使喚是什麼意思知道嗎 就是做妾的意思啦 好 那當然妾其實你們要注意 他的地位跟丫頭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有一次趙姨娘跟方官一群人 不是吵起來甚至還打起來有沒有 那方官是不是就講很難聽的話 讓趙姨娘就氣死了 所以那一場紛爭就轟轟烈烈 我們的方官用了一個歇後語 他說意思就是說 你也不要在我面前逞威風啦 你跟我其實也差不多啦 所以不要在我面前擺什麼姨娘的架子啦 那他用的那個歇後語就是什麼 梅香敗靶子 梅香這個名字不就是丫頭的名字嗎 梅香啊 對 這個名字聽起來就很像小丫頭 總而言之他意思就是說梅香敗靶子 敗靶子不是結為兄弟姐妹的那個意思嗎 那你們會彼此結為兄弟姐妹 那就表示什麼意思 所以歇後語有下半段就是他的重點所在 梅香敗靶子的意思就是都是奴己 奴己就是大家都是奴才啦 了解嗎 所以你不用再跟我面前以為你是姨娘 在我面前展一個什麼威風 所以才會吵成那個一塌糊塗的情況 所以要注意他這裡用使喚呢 當然就是把那個姨娘或妾的 真實的那個地位用這種方式表現出來 不過很明顯他事實上呢 甲母是有意讓秦文將來給寶玉做妾的 這是一個很明確的證據 所以我在這邊要做另外一個補充 有很多同學很不喜歡習人的第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是大概是全書當中 唯一有證據跟寶玉發生肉體關係的一個 大家就覺得很生氣 覺得這個人你看不擇手段 然後出賣身體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把他說得很難聽 然而我們趁這個機會也再說明一下 來請各位翻到那個第六回 第六回一開始的地方是寶玉從那個 神猶太虛幻季醒來的那一幕 那我們就不要詳細念了好不好 這種不堪的情景 那在109頁呢 我只要提醒你們幾句話 就在109頁的倒數第四行 請注意 寶玉意宿喜 習人柔媚嬌俏 注意喔 注意喔 遂搶習人同齡景患所遜允語之事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字眼 是搶 他是勉強習人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習人其實是被迫的 那你們說他可以抗拒嗎 當然不行啊 你丫頭就是個物品 你不要搞錯 在那一種充滿階級的這個大家族裡面 那麼主子基本上 這個根本就是他們合法的權利啦 了解嗎 所以好可憐的迎春他產嫁給誰 後來一年就把自己給性命給斷送了 是不是孫少祖家 你們注意一下第80回就有提到 他嫁到孫少祖家之後 那個孫少祖為人甚屬不端 家中的媳婦丫頭僵集銀騙 聽得懂嗎 家中的媳婦丫頭全部逃不出他的魔掌 好 那你們就可想而知 這當然是那一種大家族裡面 最墮落最壞的那一面 不過至少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原來對主子來講 這些丫頭根本就是一個物品 所以物品甚至生殺都可以餘奪 何況只不過是這樣的事情 我用只不過是以他們當時的價值觀來說 所以襲人他是沒有抗祭的權利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請注意下面我們作者說 襲人訴之甲母乙將自己餘了寶玉的 這很重要 所以今變如此 義不為樂禮 注意這個禮字 那是他們這個大家族的禮術規矩 他一點都沒有餘悅這個規範 所以他說才和這個寶玉偷是一番 所以我想就這兩個層次來講 不要對這一番的所謂的出世與與情 有過度的道德上面的這個判斷 因為你可能會用今天的價值觀而做了誤判 那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請注意 襲人第一個他沒有抗拒的權利 你不應該苛責他 第二個他本來就是將來要給寶玉作妾的 所以我們跟這個情文的例子比照 那麼放在一起來看 你就會很清楚的發現 當賈母把他最喜歡 他最肯定 最有才能 最漂亮 最什麼的 他覺得將來可以寶玉 可以陪伴他身邊長長久久 是可以對寶玉有所貢獻的 那麼所以賜給寶玉這件事情 基本上就引為的帶有給他做妾的意味 那古人不是三妻四妾沒有問題嗎 連賈政都有幾個妾啊 兩個 兩個 對不對 那還算少的咧 那個賈色之恐怖啊 對不對 你就可想 所以他叫色 我覺得有一點是四老頭那種味道 沒有 這個是我們心裡對他 實在是有點強烈的不喜歡了 好 總而言之 所以就此來說 我想我們再回到那個第77回 我們情文所說的 他說痴心傻意 這個心意就表示他心裡面的一種認知 這個認知是他們將來會橫竖在一起 而這個在這一種過去充滿階級的 這一種社會的運作方式 然後唯一可行的 那其實可能的狀況其實就是作妾 而這個作妾確實有賈母的這個指示 那所以我想情文這樣的認知 也不是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自己的那個主觀意願 而是確實有客觀上面的一定程度的一種 可以說是一種保證 所以情文也並沒有過分的那麼作為 然而他用個吃跟傻加在心意上面 那是從現在回顧過去的想法 給過去那個想法的一個有一點就是後悔之言 對自己的一個過去想法的錯誤的一種表達 所以我想這個事情你們要理解一件事情 好 那麼我們理解這個情況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回到情文 之所以沒有私情密意勾引這個寶玉 我想不管於客觀 於主觀 我都不能夠忽略 情文是因為某個意義來講 已經對於寶玉身邊的那個遺量的位置 是已經有一點勢在必得的味道了 好 因為有賈母的保證書了嘛 然後那麼寶玉又那麼地寵愛他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一個人他是不是高潔 是不是真正有一種所謂的造次必於世 顛沛必於世的一種堅持 而因此有一些原則性的那一種 一種頑強的一種這個堅持 那真的還是必須回到他的環境來看 那情文始終有那一種光明磊落 固然是非常好 所以我剛剛說過我讀者之所以那麼喜歡他 這個是完全有道理的 而且是合理的 我只不過是要說 但是就作為一個人格的評價而言 單單這樣子是足夠給他那麼高的評價嗎 這個就是我們恐怕要進一步思考的 我覺得一個人真正人格的一個內核 內職能夠被顯發出來 還是要經過考驗的 這個考驗當然不見得公平 但是往往是在考驗當中 才能夠顯示出真正的人格的高度跟強度 那我覺得情文事實上 是沒有這樣的人格高度跟強度的 所以你看面對這樣的一個虛名 他就不甘願 那不甘願的結果就是在臨死 用盡他那麼已經奄奄一息的那個微小的力氣 就是為了把虛名化為實際的行動 所以交換熬一什麼的 那所以我總是覺得情文他是一個很可愛的人 沒有問題 他真的是最漂亮 如果大官員要進行選美比賽的話 他大概是贏得後冠 那麼另外其他的才能什麼都不用講 然而這個人是不是真的能夠有讓我們讀者 給他那麼高的一個人格的一個位置 那麼這個恐怕我們還得要再仔細思考 好 所以我想這個是想要再跟你們分享的一點 我們在閱讀經驗當中你可以停下來 然後根據你的知識 根據你的人生體驗 然後再去多做一些思考的地方 那讀紅樓夢真的是不簡單 我們只是剛好藉由這一小段落 請大家注意一下 假如我們只不過就是在急著知道故事怎麼發展 急著把我們的好物放進去 事實上你恐怕會遺失掉很多 也許更寶貴的東西 好 那這個是有關這個官情的部分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但是我想還是有必要的以後 我們的人物論可以節省一點時間 那下面我們就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所謂的那個攝影類 這個其實也不是秤的這個使用 那因為這都是當事人自覺的 那麼在自覺情況底下的一種意志的表現 這當然不是秤所涵蓋的 那但是既然我們想要把這個系統 多做一個完整的說明 我們還是把這個部分帶到一下 首先在攝影類 我們請大家看一下第一組呢 我們先講好了 因為這比較簡單 就是賈蓮跟多姑娘的這一組 那麼這一組我們就不用再唸了啦 對不對 只是我要提醒你們 既然剛剛已經看到情文 我要提醒你們一個非常好玩的小東西 將來有機會我們再做專題 就是這位多姑娘你們知道嗎 她的多字其實是來自於 她所嫁的那個丈夫 那個叫什麼名字 叫做多魂蟲 對不對 整天就泡在酒精裡面 那浑浑噩噩然後就等於說 讓這位多情的多姑娘呢 就感覺到這個什麼 這個規格寂寞啦 所以呢來請各位看到一二一八頁好不好 我們剛剛看到77月剛好可以看一下 而這個多魂蟲跟情文的關係是什麼 知道嗎 是她的 是情文的表哥 好 所以蠻有趣的 來請大家看一下一二一八頁 這個是來請看這個一二一八頁的倒數 第第四行 那這個是她的姑舊哥哥 好 就算是她的堂哥吧 好 那麼反正已經來到賈府啦 就一生 這個一朝生安泰 然後就忘卻當年流落石 結果就任意的吃死酒 然後家小也不顧 偏幼娶了個多情美色之妻 所以要注意喔 多魂蟲 我覺得是為了要讓這個 她娶了太太的那個多情給呈現出來 所以一併呢 那麼就姓為多字啦 好 然後呢 為什麼這個多情的情 當然不是寶玉之情 知道嗎 這個是情色之情 好 那麼反正見她一味的吃死酒 就有一種什麼兼家賀玉之嘆 以玉之嘆 然後紅顏寂寞之悲 又見她氣量寬宏 並無忌妒 這個心枕之意 那麼這個媳婦呢就自情縱欲 滿宅內呢便嚴覽英雄 收納才俊 上上下下 竟有一半是她考試過的 天啊 這些叫英雄才俊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她的考試方式也滿特別的 這樣你們懂我的意思了 所以她叫多姑娘是這樣 然而這裡好奇怪喔 我們作者請注意 應該不是偶然而是刻意的 她竟然在寫作上面出現了 前後不一的這種錯期的情況 請注意 她夫妻姓什麼名誰呢 就是上回賈蓮所接見的 多魂蟲 燈姑娘兒的便士了 有沒有注意到 前年21回是多姑娘 結果到底第77回她改名字了 變成什麼 燈姑娘 為什麼 這個是有原因的 所以曹月芹絕對不是寫著寫著 哎呀 全書能那麼多 寫到第80 快要80回累死了 就照顧不來 然後就寫錯了 絕對不是 那這個以後我們講一個專題的時候再談 好 那麼下面有一段是非常重大的一件 我們前80回已經被刪掉的一段文字 就是秦可卿跟賈蓮之間的爬灰的關係 那麼這個在目前我們的小說裡面已經找不到了 可是我想我們由於這已經支批點名 我們大部分的讀者都知道 所以應該要納入到這個系統裡面來看 所以請你們趁著我們現在下課的10分鐘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把這一個支批仔細看一下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好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來 我們回到這個秦可卿跟賈蓮之間的關係 那請你們看一下 他們用來傳情的那個小物是法詹 那麼根據何在 根據在支批 那麼第13回是秦可卿那麼死封龍敬衛的這個回幕 但是支批說不是 他在那個進場本前面有一段總批 回簽總批說 事實上這一回原來的回幕是 秦可卿迎上天香樓 那這個是我們之前跟大家提醒過的 所以天香樓很重要 我還提醒你們他在 他座落在哪裡 蛤 他座落在哪裡 民國府的什麼園 花園 這個很重要啊 你們要隨時要記喔 好啦 那所以這個匯方園 本來就有一種很特殊的性質 我們以後講大官園的建造的時候再說 好啦 那這段情節為什麼被刪呢 那麼支批他說老朽 就自稱 那麼一呢 秦可卿是有魂托奉結 假家後世二見 那真的是長治久安之道 永保不墜的一個深謀遠慮 假如我們王熙鳳採納這個建議的話 賈家不至於一敗塗地 那可惜王熙鳳他因為沒有讀書 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沒有讀書 他不知道這件事情 是這麼樣的攸關深遠 還可能以為我們現在既有的世界 既然已經我們從小大大都是這樣運作 為什麼他有一天會改變 這不是一般的人性嗎 對不對 那他也不過是表現一般的人性而已 那麼可是無論如何 賈家畢竟遇到了根本沒有人能夠想到的重大變故 然後突然之間就這樣子的崩塌 那無論如何支批他是生之這中間的一切過程 所以回過頭來看 那麼秦可卿能夠在死前還為假家的命運這樣的操心 而且提供一個長治久安之道 他說這個不是安復尊榮坐享人能夠想得到的 所以這個人是有智慧的 而且是真正愛假家的 那麼所以他覺得那麼其言其義令人悲切感福 所以孤赦之 赦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赦免秦可卿 不要用這麼難堪的罪姓跟罪名而死 而退場 那這個是保有秦可卿的一個人格的尊嚴 所以請注意他就命情息刪去 有沒有 這我們以前一開始有跟大家講過 可是刪掉的是什麼情節呢 這裡是重點 他刪掉兩段情節是疑瞻更更衣這兩段 那麼所以他說刪掉之後呢 這一回就只剩下十頁了啦 然後刪掉那個天香樓一截也少去四五頁 所以總而言之 我們現在你們看到的這個第十三回呢 基本上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然後進行改寫 那可是呢 我覺得曹雪芹大概改得不甘不悅 那所以他故意留下來了一些線索 讓我們讀者讀起來 有一點其中必有緣故的那種疑惑 那我提醒你們看一下好了好不好 那麼現在的第十三回呢 建立在怎麼樣的前提下呢 不要忘記在秦可卿過世前 其實我們作者為了知厭齋的介入 所以呢也把整個的那個病情的發展 那麼改變完全跟他現在那種猝死 那一種暴斃的情況不一樣 所以他讓秦可卿好像死的是一般正常的 那麼在病他中呢緩慢的步向死亡 那所以他是不是先讓他生病對不對 然後呢表面上看起來是婦科方面的 是喜或者是禍不知道 然後很多的醫生來看都找不清楚狀況 後來是不是找到一個張太醫 那張太醫講話非常含蓄 其實意思就是到了春天就不行了 好 那但是呢那大家都不點名啦 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 有這樣子的一個預告 好 那賈家人大概有都有心理準備 何況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呢我們王熙鳳去看了 他這一個歸宗好姐妹啊 回來跟賈某報告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很淒淒愛愛的 想了一下是不是說 那個東西也應該要準備了 那個東西就是什麼東西 棺木嘛 就後事該準備了 他說他那個臉上他看起來是還好 可是臉上的肉都受乾了 你們注意到這句話吧 回去要把這些相關的前前後再讀手 我們沒有時間再唸一遍給大家聽了 所以你們知道臉上的肉受乾了 看起來是不是就是一副骷髏啦 那人在怎麼樣的情況底下 臉上會受乾 或者是整個身體都只剩下皮包骨 你們知道嗎 你們不知道我很替你們感到慶幸 但是無論他是生什麼病 受到像皮包骨 可是看起來精神還好 你們知道嗎 這都不是好事 因為呢這個叫做餓體質 這個是醫學上面的專有名詞 什麼叫餓體質呢 就是他根本沒有辦法吸收營養 所以他內部的那個機能運作 全部都在消耗他的肌肉 所以肌肉就一直被消耗一直被消耗 那消耗到最後 當然沒得消耗坐視山空 人其實就不行了 那這一種所謂的餓體質 就是一個漫長的消耗戰 那這個脆弱的人體是 或者是任何一個生命體是承受不了的 所以到最後是臉上的肉都受乾了 這叫餓體質 那麼我要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漫長的消耗戰 老實說這個過程是不是夠長 對不對 那身邊的親友老實說 也都足夠有相關的知識 跟相關的心理準備 你會意識到這個病人其實是沒有救的 好 所以其實你看 連那個東西大家都已經覺得應該要準備了 可想而知對於秦可欣的死 是不是應該都已經是 在那個信念上 感性上 事實上都可以接受了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奇怪了這樣更改之後 照理來講 賈家最後那麼聽到秦可欣的喪音 你們知道這種大家族是不是叫 忠明鼎時之家 人那麼多有時候要傳遞訊息的時候 忠明鼎時是不是就因為這樣子 而來的一個典故對不對 師範要敲鐘大家才聽得到 大家就聚集 那我們學校這麼大 要敲鐘大家還知道上下課 有一個作息的衣龜 那同樣的他們要傳遞喪音 他們是敲雲板 敲幾下知道 敲幾下就知道是有人過世 四下 果然來請各位看一下兩百頁 好 第13回的兩百頁 當秦可欣拖完夢 然後把這個所謂的深謀遠慮之道 來告訴鳳姐之後 也就終於離去了 那魂魄一旦離開 肉體也宣告死亡 好 那麼所以他們知道這個訊息之後 來 請看一下 在倒數第五行 鳳姐還要在問的時候 只聽二門上傳世雲板 好 傳世雲板 所以他真的是標準的忠明鼎時之家 很多事情竟然是要靠這些東西來傳遞訊息 那他是連扣四下 四下就是諧音什麼呢 死 好 所以你們都知道 事實上連日文也是有這個避諱 你們知道嗎 聽說他們的建築是沒有四樓的 因為他們的一二三四的四也是念喜嘛 對不對 就跟死很像 所以這大概都是東方民族的一個禁忌 所以你看這個喪音 這個是標準的喪音 將鳳姐驚醒 人家就說東福的榮大奶奶沒啦 然後當然鳳姐就下了一身冷汗 然後立刻就要來做一些準備 好 可是呢 照理來講 秦可卿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當中消耗殆盡 那麼大家也都有心理準備 那後面的某些描寫呢 照理來講應該順著這個人情之常去發揮 對不對 然而我覺得曹月芹大概真的有點抗拒心理 很多地方故意不刪 所以留下了很多起人一鬥的地方 你們看下一段 彼時何家皆知都知道榮大奶奶過世 無不納漢都有些疑心 奇怪咧 這不是矛盾嗎 大家都說那個東西要準備啦 幹嘛要納漢對不對 大家已經做好準備的事情啦 怎麼又有些疑心 疑心就是你覺得這事有蹊蹺對不對 那可是一個人都病了那麼久了 怎麼還會有什麼疑心可言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曹月芹過意不刪的地方 顯然納漢跟疑心是不是在一個突如其來 對不對 是超乎你意料之外的反應嘛 所以秦可卿應該是迎上天香樓 也就是某一天晚上他就到天香樓去上吊字記 那為的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爬灰之勢 東創事發 這在這種失禮詹音之足裡面 那簡直就是只能以死來贖罪的一個重大事件 在這一種大家族那麼癥結就跟生命一樣的重要 所以我才會一再提醒你們 在大觀園裡面出現秀春囊 這真的是天大的災難你要注意 所以王夫人會那麼的緊張 那麼手段會那麼激烈不是沒有原因的 你們一定要回到人家的背景裡面來理解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來 我們全部跟大家做一個觀察 相關的訊息都還是大家整理一下 來 請看201頁 在倒數第六行 那秦可卿一死你看全族的人都來了 有沒有發現到這一段也是很特別的 你們可以注意幾件事情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說 賈家在哪些事件上 或者說曹雪芹在續寫哪些 那些情節上會把他們就是各輩份的 所有的這個宗族子孫 通通都讓他們出列 讓我們看到他們的民性 是在哪些事情上這些人通通會出來 你們有沒有發現就在這一件事情 是不是你第一次看到 原來賈家知凡夜貌有這麼多的子弟 但是當然因為他們都成為知脈 雖然都是同宗 但是畢竟不能夠跟這個主軸的 這個知脈同樣的融險 所以那些人平常是不會出現的 所以你們有注意到這邊 什麼文字輩 代字輩 然後玉字輩 草字輩 全部都冒出來了對不對 那這些名字其實你們也可以掃描一下 這麼大陣仗的把賈府所有的成員 都浮出檯面 那一定都是重大事件 那當然下一次你們會看到的就是除夕 因為過除夕那是全家都要出場 然後要有那個祭祀宗祠的一個大活動 所以都要注意一下 都是這種大的事件 大的場景 然後所有的各輩份的 這些子孫們通通都會出現 好 那這個我們都不講了 我們要講的是什麼呢 倒數第六行 那賈征這個當家者他是組長 不要忘記 他哭得累人一般 你的媳婦死了 你做公公的哭得累人一般 這不是太違反人性之常嗎 對不對 而且老實說別人看在眼裡 也大概覺得不成理 逾越了某一定的那一種規範 這是第二個 再來人家問他說 那到底要怎麼樣料理後世 賈征竟然拍手道如何料理 不過盡我所有罷了 你為了一個媳婦的死 你要傾家蕩產 這成何體統 你想想看 那以後你太太死呢 不不 我們好像在詛咒人家 不過我的意思就是說 人當然是有親書等級之差 那所以如果是你的妻子呢 如果是你的父母呢 如果是你的親生孩子呢 這個當然都會有那個 情分的親書遠近之別 那尤其在喪禮上 那是也是做給人家看的時候 你說實在你就得符合一般 一般人可以理解的那個等差 然而他竟然說我要盡我所有 這不管是情感反義 跟實際上在喪事的規模上 都已經遠遠超過他應有的奮計 好 這是第三個 來 我們請各位翻過來202頁 那他連買那個棺材 是不是都是不惜重本 對不對 用了一個一千兩銀子都買不起的 那個所謂的那個那個什麼 叫什麼牧 牆牧 有沒有 那個是薛家才有的 那連王爺都為 是王爺使用的等級的 好 那賈征就非要用這個不可 那所以請你們看一下倒數第六行 賈征就勸他說 這個東西不是常人可想 以秦可卿的身分地位 上等山目也就可以了 好 那賈征就不肯聽 所以你看 注意喔 他恨不能待情侍之死 這話如何肯聽 拜託你恨不得代替你媳婦去死 這好像是情人之間 才會有的反應 對不對 所以這些點點滴滴 還不只如此 來 再翻過來 205頁 整個第十三回留下 好多起人疑鬥的地方 那第205頁請你們看一下 前面數過來的第五行 他要來找王熙鳳幫他料理整個寧國府 包括家務 包括秦可卿的喪事 那寧國府因為寬鬆已久也非常怠惰 整個家裡亂麻一般完全沒有秩序 所以非要有一個人來整頓 好 他就想到了王熙鳳 不對 嚴格說來 是他想到王熙鳳的嗎 要注意喔 這一點也很重要喔 是誰推薦給賈征的 這才好玩 所以好吧 我們一併來看204頁 那麼就在倒數第二行 那麼人家就問他說 你這些事情都已經安妥了嗎 那你還在籌什麼 賈征那見問就把裡面無人的話說了出來 所以賈征自己一開始也沒有想到喔 反而是誰 表面上一副富貴賢人 完全不操心什麼應酬事務這樣的人 一心只想在溫柔鄉裡面 享受少女們的美麗跟清新的人 可是他看人眼力之準 推進人之 對這個事情的一個契合程度之吻合 這個也是非常人的眼光 這個是賈寶玉 所以這不是非常奇怪嗎 你們真的覺得賈寶玉就是活在樂園裡面 事事不知也不想知 然後一心一意就在自己的性靈裡面 然後去坐養知粉 真的是這樣嗎 你看他對他周遭的人 其實完全看在眼裡 而且有很非常正確的判斷 所以他就聽說之後就笑說 這有何難 我見一個人與你權利這一個月的事 管必妥當 果然是不是非常妥當 對吧 那賈征就一聽就問說是誰 那寶玉後來就告訴他 所以可想而知 有沒有發現寶玉比起賈真來看人判任 是不是更加來得竊當對不對 然後可以每一個人的才能各得其所 然後各安其位得到最好的發揮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紅樓夢》裡面的人物 都不是很簡單的單面相 你們如果不願意把他當作是一個活生神的 來看待的話 就一定會消足勢力 好 總而言之賈真得了這個寶貴的人選 就跑來榮國府來請託了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205頁》的第五行 總之這個賈真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 二則也過於悲痛了 所以還阻著拐墮了進來 悲痛到要阻著拐這樣 整個人是哀悔過禮 雷弱到無法自持 你們讀過文學史的人都該知道 在魏晉裡面 是不是就有一個這樣一個標準的例子 是不是阮疾有沒有 阮疾不是母親死了 他不是吐血嗎 然後有人講到哀悔過禮 那通常是指禁效到一個最高境界 才會有的一個情況 所以賈真的這些反應 在在都證明他們之間 恐怕絕非一般的恭喜之關係 而有其他很深切交官的情感 那不只如此 還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請你們看第16回 這裡才好玩呢 來 請看那個240頁 我們一併把他講完 那麼當他們事後在追溯這一段歷程的時候 王熙鳳怎麼說 很好玩喔 他在對遠到回來的賈蓮報告 這一段時間他處理家務的情況 然後當然就提到這件事情 240頁的第5行請你們注意 他說我年紀輕啊 這個頭等不壓重啊 怨不得不把我放在眼裡 其實沒有啦 這只是在自我開玩笑的話 可是下面有一句話很重要 他說更可笑啊 那府裡忽然容兒媳婦死了 所以曾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面前 跪著討情要我幫他 所以我才去幫什麼什麼之類 有沒有注意到 他對於秦可卿的使用什麼 忽然 所以很明顯嘛 忽然就表示說是你措手不及 你沒有意識到 然後莫名其妙突然發生對不對 所以從這些點點滴滴你會發現好奇怪 我覺得曹遠行以他的功力 他不可能在做一個情節的更動之餘 沒有照顧到其他的細節 而讓他合理化 所以我在想對於這個枝燕災的介入 他大概有一點小小的抗議 然後主情節我是改了啦 但是其他的細節就留著 讓讀者們自己去會心 那讀者是不是都滿聰明的對不對 尤其對這種八卦對不對 都特別有興趣 特別發現其中必有緣故 然後你果然就可以想像到一些 被掩蓋掉的真相 那被掩蓋的真相就是塔徽 就是功習之間確實有不倫的關係 那這個不倫的關係 涉及到宜瞻跟更衣的情節 老實說今天就看不到了 那我已經承認過很多次 我是沒有想像力的人 那如果說在功習通姦的過程中 涉及到宜瞻跟更衣 各位請想一想 內容大概如何 宜瞻嘛 宜就是遺師嘛 對不對 那這個宜瞻該怎麼樣 邊境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呢 更衣應該很容易理解吧 對吧 不知道的人就不要再問了 自己去想 那宜瞻怎麼辦呢 法瞻掉下來啊 那法瞻是不是一個絕對特定是婦女的用品 對不對 這毫無庸置疑對吧 那遺師那又怎麼樣觀設到之間的私情 這個當然要有點想像力 要有編劇的功力 那我沒有這個功力 誰有呢 華氏版紅樓墨連續劇 對 沒錯 他在這一段的那個編劇 我先要跟你們做一個說明 他把這兩段編進去之後呢 不但前後那個事件的發展 人物的這個前程後續都非常的合情合理 這個已經很難得了 你們知道最難得的是什麼嗎 雖然這個難得並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 曹雪芹的原意是要讓賈蓁跟秦可卿 真正有恭喜通姦的這種醜事 他是真的有 對吧 否則他不用去上吊 那他的難得在哪裡呢 他一方面是要維護秦可卿的清白 因為他覺得這對一個女人來講 那真的是遺臭萬年啦 不要讓他死得這麼難看啦 所以那個編劇大發慈悲 他的前提是設定秦可卿並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既竟然在沒有做這樣的情況底 做這樣的事情的情況底下 又把遺占跟更衣都編進去 這是不是更難 這樣了解嗎 哇 我覺得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哇 真的太精彩了 那雖然維護錯了啦 秦可卿確實是跟賈蓁有關係 但是在怎麼樣沒有發生關係的情況底下 又有這兩段情節 而且他確實迎上天香樓 就是說他真的還是背負著這樣的一個醜名 而且既然有這個醜名 你又說不出來 你又不能澄清 然後於是你又非死不可 Facebook 好 那怎麼辦 怎麼辦 這個真的很難耶 所以呢 有興趣你們自己去看好了 我本來是想播給你們看啦 但是那個太花時間 不是 那真的太花時間 所以我們已經進度太慢了 知道嗎 我非常的緊張 所以你們有空自己去看 好啦 所以這個是要跟大家提醒 那我認為這個簪 這個遺簪應該就是 我覺得男女在互通款寢的時候 那故意遺落一個法簪讓對方撿到 這種事情我們在連續劇中 本來已經常看到了對不對 那就作為一種定情的表示 所以我把這個法簪當作是 他們所謂的射贏的關係 然而這個射贏當然這也是過分簡單化的說法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請你們要不要來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秦可卿跟假針之間 到底是怎麼發生這樣的一個關係的 其中有沒有情感的基礎 那情感的成分跟因素又有多強多高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麼假如沒有想過的話 請你們先聽我描述一下 我們目前學術界一般讀者研究者 常見的一個翻譯 他們都會說以秦可卿這麼好 他不是十二金菜之一嗎 那麼會認定說作者絕對應該是 站在秦可卿這一邊 也就是把他塑造成是一個很有才華 很美麗 而且當然人品不能太差的一個人 否則怎麼能夠積深於十二金菜之中呢 那麼在這樣的認知底下 就認為秦可卿他當然還是得迎上天香樓 可是就可以我們做一些文章就是 他是被迫的 那麼因為不要忘記他的出身是不是很卑微 是孤兒院領回來的 然後竟然能夠跟賈家這樣的一個詹音 這個詩書之家聯姻 然後有很多人就推論說 所以賈徵應該就是 運用他作為權貴跟做公共 作為組長的那一種權利 來壓迫秦可卿就範 那秦可卿沒有辦法抗拒 所以也就只好那麼被迫之下 在壓力之下就只好有這樣的一個不倫的行為 那當東創事發之後 他就只好一死了之來謝罪 好 那這種說法是我們非常常見的 那麼是站在維護秦可卿的一片好意上 所做的推論 在不違反他必須迎上天香樓的情況底下 很多人願意採用這樣的理路 我覺得是很可以理解的 可是很可以理解不表示他就是正確的 所以我有一個不同的想法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回到賈家這種充滿的階級性 他們的整個生活運作 有一種跟我們現代人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這兩個人之間要一方壓迫另外一方 可能性有多高 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你們不要忘記 要靠著一方來壓迫一方 我逼迫你 然後你只好就範 你們有沒有感覺到 這還是在一個我們現代人 在充滿個人主義的情況底下 所設想的真空狀態才有可能發生 所謂的真空狀態就是我們之前引述過的 《西鄉記》的故事是不是指兩人是組織歡愁 還記得嗎 那就是所謂的架空 你以為都沒有別人 只有你跟我 然後我們發生快樂跟不快樂 我逼迫你 你逃不掉 然後如何如何 你以為他們的世界是這樣嗎 所以我們現代讀者所面臨到的最大的難題就是 我們根本不活在同一個階層上 你根本不知道他這個階層到底在想什麼 然後他們在做什麼 然後他們可以怎麼做 他們會遇到的問題有哪些 我們都不知道的時候 完全就用很直接的投射 然後就用我們習以為常的那一套思想 那一套生活觀去作為詮釋的基礎 那這個往往其實就會出錯 你們知道賈家有多少人 我們一再強調 寧國府當然可能比較少 可是作為這一種貴幻世家 你們知道嗎 任何一個太太 小姐 好 只要是主子輩 周圍24小時至少都圍繞著一二十個人以上 你們知道嗎 還包括貼身的 因為你要喝個茶是不是有人倒水給你喝 你要換個衣服 而且他們一天又換很多次 你們知道為什麼吧 早晨跟黃昏是不是要成婚定型對不對 吃飯也要換個衣服 有客人來了要換個衣服 然後醫生來要看你的病 你也要換個衣服你知道嗎 你周圍隨時要很多人在服侍你 這些非常所雜的小事啊 所以他們還有外面喔 你們有注意到 怡紅院他們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門口階梯外是不是有人在做羹 做羹就是首頁 所以裡面在講話外面是不是聽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他們不是講話聊得很晚 情文他們聊得很晚 所以外面的媽媽就咳個嗽 咳個嗽是說我要講話了 注意聽這個時間完了明兒再說吧 然後情文跟寶玉一聽人家再說話了 然後就悄悄的說我們明兒再說吧 大家就睡覺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 裡裡外外是相通的耶 隨時都有各種大丫頭 二等丫頭 三等丫頭 然後還有老媽媽們 魚眼金貝等等一堆 周圍那麼多的人隨時環繞在你身邊 你真的是我想壓迫你你就跑不掉 周圍幾十雙眼睛在看著那麼容易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他們的環境底下 這一段不論要發生 事實上唯一的可能就一定是 對不起我下面的話很難聽 那個叫做和尖 就是雙方合一啦 那雙方合一才有可能真正找到一些 在這麼頻繁人際的互動中 可以找到縫隙然後才有機會 而且這個機會還不能只是一個機會 還要有誰的配合 你們知道嗎 不是普通的丫鬟 是貼身的丫鬟 因為只有貼身丫鬟時時刻刻跟你在一起 你得要由他們的配合 所以有沒有發現 親可親死的時候 有兩個人的反應非常奇怪 一個人沒有說他是很傷心 可是他去觸鑄而亡 竟然自殺 你們可不可以告訴我 有沒有主仆之情會強大到說 主子死了 我跟著去死 沒有 絕對沒有 連敘書後四十回裡面寫到子鵌 在黛玉死後也有去自殺嗎 沒有喔 子鵌是很傷心啊 然後把那個 那個是後四十回寫的啦 可是是合理的 就是他把那個林黛玉的那個 傷勢料理完畢 那麼扶舊回鄉 讓他歸葬於蘇州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未出家的小姐 要回到故鄉 然後自己是不是就出家 有沒有 頂多如此 沒有什麼強烈的感情到說 對方死我就得跟著死的啦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極端 極端到其實違反人性的啦 所以其中的那個應該是什麼 瑞珠吧 還是寶珠 是瑞珠就處處而亡 那寶珠的反應是不是也很奇怪 他是不是要自願擔任義女 然後去主持那個叫摔上 有沒有 好 字裡 你們知道那個要做什麼用嗎 他將來其實就要守目的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年輕的小姑娘 他終身可能就要葬送掉了 所以你們認為有人會真的是因為 強烈的情感到主仆之間願意葬送一生 乃至於葬送生命嗎 所以這些都是非常奇怪的反應 所以我的一個推測是 這兩個作為秦可卿的貼身丫頭 應該是參與了他們之間的不倫事件 所以等到一個 以這樣的一個醜陋的罪名而死 那留下來的是賈珍 你不要忘記賈珍是不是就會覺得 就會覺得怎麼樣 這個世間是不是還留有見證者對不對 那恐怕在這種疑慮之下 這兩個丫頭大概也擔心會接下來 可能因為這樣他們是參與者 某個意義來講是一個推手 或者是一個反正你或者要充當護衛 或者是怎麼樣之類的人 那麼也許賈珍不會善罷甘休 因為你們就是見證者 那所以他們做了這麼極端的反應 某個意義來講也就是脫離是非圈 那知道他們反正逃脫不掉 所以我在想這些當然都是一些推測 但是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是不是說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回到他們的這個家族的生活特性 那比較也許可以掌握到真相 那所以我想要再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就是說好 我們剛剛提到說他們雙方之間是情投意合 好 那這一下子又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就好像我們問香菱是不是愛薛盤 我們來找一下 那會愛他的原因有哪些 當然這些原因都不見得就是真正的理由 知道嗎 因為我們愛一個人 常常不見得是因為他的外表嘛 你再帥 可是我就喜歡一個比較醜的人 可以嘛 這也許也是我們常見的嘛 那我們只是說 只是說我們還是看到一個人 他有很可愛的地方 他也有值得人喜歡的地方 然後來讓這個真正的感情得到一個認識 我們的做法是這樣 我還要提醒你們薛盤長怎麼樣 連華世版的《紅樓夢》連續劇 都是找一個大佬出來演 然後你看那個臉或什麼就是呆呆笨笨 然後你真的有時候看到他那副表情 就很想給他一巴掌的那樣子的人來演 那就是表示我們對這個人的粗鄙不聞 然後對他的那一種嬌涉 然後呢的一種負面的反應 但是回歸到文本裡面來 你們知道薛盤長什麼樣子嗎 真的是什麼肥頭大耳 然後呢嘴角流著口水 真的是這樣嗎 好 不是喔 我們先用常理來思考好不好 這種富貴人家是不是代代相傳了 富貴百年 那你們注意一下這種人家 他們會婚娶的對象不但門當戶對 而且是不是都可以進行選擇 對不對 他們是有選擇權的 所以往往呢 其實透過他們的財富地位 是不是就可以進行基因的改造 改良 所以通常這種人家的孩子 是不是都是長得是男的俊女的美 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啊 現在的演藝圈裡面不是有好幾個 都是那個企業家的子女嗎 那可想而知 因為他們的環境比較優渥 那父母他們有比較多的選擇權 所以在基因傳承上面 確實可以比一般人得到比較多的機會 在外貿 在內在各方面 都比較有好一點的條件 那這是我們從常理來推論 那文本裡面有沒有提供具體的證據來說 薛盤長什麼樣子呢 有 我昨天在那邊翻翻到一個 覺得很開心 第80回 他不是後來取了誰呢 取了夏金貴 那我們問起來 應該是在第70 是在第79 對不起 是79回 那賈寶玉就問湘玲說 這個輕事是怎麼做成的啊 那湘玲就做了一個描述啊 請看1263頁 那前面我們就不念了啦 那現在金貴的母親就被人家稱為夏奶奶 那總而言之他們第一個門當戶對 而且是世交 從小其實就有過來往 然後第一行下面 那夏奶奶本身又是沒兒子的 疑見了你哥哥 粗落的這樣 然後所以又是哭又是笑 竟比見了兒子還剩 然後呢 夏金貴也很漂亮 誰知道那筆風雷之性好可怕 那不過至少乍見面 我們看到各方面條件都非常相合 所以這門輕事呢很自然水到渠成 可是至少這邊有一句話告訴我們 其實薛盤 不要看到他的名字有個盤子 是蟲字邊 一條大蟲的那種感覺 那個是我們文學上面的一個語感 那當然很合理 因為那是透露他內在的人格特質 可是只就他的外表來講 注意一下他的親妹妹是誰啊 薛寶蔗 薛寶蔗是美到風 什麼氣不敢吐一口大氣 怕把那個他給什麼吹化了的一個 嬌美的美麗的女孩子 那他的哥哥不會差到哪裡去啦 所以何況這邊說出落的這樣 所以又是哭又是笑 顯然薛盤長怎麼樣 當然也是很帥的啦 那種釋迦子弟嘛 雖然品性不好 不過我想外表加上輕求緩代 那種由負責富貴堆出來的那種氣質 應該他外表上還是很有吸引力的 知道嗎 那我要說的是什麼呢 那賈珍不用講了吧 賈珍是長得很好看的 而且我現在要說的就是 我們只能夠用推測 究竟在我們認定假設 假設我們認定秦可卿是愛這個賈珍的話 那麼我們來找找看賈珍的魅力 到底有哪些 雖然這個在現實世界不一定是必然的理由 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我們愛情的發生本來就是不問理由的 沒有理由的那才是真正的愛情 可是沒辦法 我們現在是來理解人家的愛情 我們只好從外表外在去找一些理由 找一些條件 所以來考考你們 賈珍有什麼優點 內在外在各方面 想一想很好玩喔 第一個他一定長得好看不用講了嘛 他的兒子賈榮是不是也長得很俊美 對不對 這不用說了喔 好 然後呢 你們告訴我只有一個很好玩的 我們不要講太全 因為我們進度又好 總之我們只講再一個 請你們告訴我他幾歲 這很重要喔 你不要想到公席通姦 公公就一副老公公 然後就聯想到什麼六七十歲 那你就覺得雞皮合法 哎呀 那就差得太遠了 回到文本那個世界的真相 你們知道賈珍這個時候是幾歲嗎 30出頭 其實才30出頭 蛤 有證據 那麼再70幾回 我就不找證據了 因為我們時間來不及 那麼就是賈母他們一家人 不是在那個中秋夜要團圓 然後就傳來說假設不小心跌了腳扭到了腳 那接下來又有一件事情是說 大家團圓啊 然後賈母就感慨啊 人還是不夠多 然後就提到說 他就對尤氏 尤氏是誰 是不是賈珍的太太 就跟他說 因為他們是女眷嘛 就自己團聚喔 然後他就 我覺得賈母這時候有點老不正經 他就對那個尤氏說 哎呀 你們小夫妻也該團圓團圓啦 如何為我耽擱啦 懂嗎 然後意思就是說 不必為了陪我這個歡慶中秋夜 害得你們夫妻裡外分離 你們該團圓團圓啦 如何為我耽擱啦 這種話要用這種語氣唸 然後那個尤氏廳的臉就紅了嘛 你知道他臉紅就表示我沒有誤解知道 然後臉紅的就是說 老祖宗說得我們太不堪了 我們雖然年輕也是十來年的夫妻了 也是奔四十歲的人了 什麼叫奔四十歲 就是三十多 而那時候是七十幾回喔 那《紅樓夢》基本上這個敘事 是按照時間進展的嘛 那七十幾回是奔四十歲 大概就是三十七八歲 那這個時候的十三回 也就是我們這個故事剛開幕了沒有多久 那時候是不是應該更早個幾年 對不對 所以賈征的時候跟他的媳婦之間發生了愛戀 那個時候賈征是才三十出頭 那秦可卿幾歲 十七八歲左右嘛 頂多二十啦 因為他跟王熙鳳很要好 王熙鳳大概已經是二十歲了啦 那個劉姥姥有講過 他是二十來歲 所以一個二十歲一個三十幾歲 不是很正常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南方呢既年輕又俊美 而且不要忘記他是不是一家之主 還有不要忘記 他是不是很懂得女人的心 他是不是風月場中慣了的人嘛 很懂得調情的人嘛 所以他是很懂得怎麼樣去掌握女性的心理的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許許多多 我們如果回到文本裡面來考察 設身處地 你是會發現只要人稍微大膽一點 甚至稍微呢 愉悅了一種思想的禁忌 你只要呢 把看著媳婦的倫理眼光 轉換一下用男人看女人的眼光 一個男人會發現秦可卿很有魅力 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一段戀情的開端 應該還是假真 突然之間發現我的媳婦很美耶 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 這個時候色字頭上一把刀 然後呢恐怕是他展開熱烈追求 然後那秦可卿為什麼沒有拒絕 我想裡裡外外 我們剛剛只試圖講外在的原因 我想還有內在的原因 這當然不是我們現在要講的啦 以後再說好 所以總而言之掉你們胃口 好 總之所以呢 我們讀到的這個法簪 我把它放在色淫類我很為難 原因是在於呢 我認為他們之間是有情感基礎的 所以我剛剛講那麼多 其實是在講這個原因 但是畢竟他們呢 逾越了情的一種純潔性 而涉及到其實真的是天理不容 以至於必須付出生命來這個償還 這個罪孽的這樣一個下場 所以我還是把它歸在這一類 那這個是無可奈何之餘 那請大家可以體諒 好 我們現在接下來呢 請各位看一下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這實在太簡單了 我們不用說了 就是賈蓮跟遊二姐之間 那麼是在第六十四回 那之間的那個打情罵俏啦 育營環劇啦都非常的精彩 我覺得也許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參照戲 讓我們來聯想賈蓮跟秦可卿之間 是怎樣的過程 那這個東西當然非常微妙 那還記不記得我們也假聯想要調情 可是用的方式你們注意真的是預情又顧重 然後一步又一步 那個技巧那真的是一個風流沉浸的人 才能夠掌握到的 然後呢 首先他是不是就 他就調情 然後首先是不是受到遊二姐的抗拒 那遊二姐的抗拒也很奇怪 也是一個風流女性才會有的 他是不是把他嚼了一口的什麼東西 殺人 不是 是殺人 嚼了滿口的殺人 然後呢 就吐在那個賈蓮的臉上 好 那結果賈蓮的反應是什麼 算了 我帶你們看好了 免得我這樣講 你們都不相信我 來 因為這段過程我也覺得蠻不堪的啦 好 總而言之實在是 實在是 好 應該是1013 好 1013 本來是那個殺人的部分是在這個的前面 好 還是後面 那段我竟然沒畫線 因為我覺得他不值得畫的原因 來 那個殺人是在哪裡 總而言之你們自己回去仔細看一下 他把那個滿嘴的殺人嚼成了碎屑以後 吐在賈蓮的臉上 你們知道賈蓮的反應是什麼 欸 我們的反應應該是什麼 趕快把他擦掉對不對 賈蓮不是 賈蓮是呢 就把他舔乾淨了 那已經到993 好 那個是比較是前面的部分 那個是賈蓉啦 來 請看一下993 好 這個賈蓉又跟二姨搶殺人吃 那尤二姨嚼了一嘴的那個渣子 吐了他一臉 那賈蓮又舌頭呢 都舔著吃了 所以重丫頭就看不過 好 那這個當然是父子 所以有巨憂的這一種醜事 你們聽得懂巨憂嗎 巨憂是那個 這個在那個尤二姨要死前 尤三姨不是來託夢 好 那之間的對話就有講到 尤三姨就說你呢 如果我是你 我就去把那個王熙鳳給殺了 好 那尤三姨不願意 他說我努力盡我的本分盡量做到最好 雖然我犯了錯 可是我希望天可憐見 還是可以給我一點法外開恩 沒有想到尤三姨是說天網恢恢 懂嗎 意思就是說 你已經犯了這樣的罪 那麼天是不容你安身 所以你絕對不要想 有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 那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王熙鳳給殺了 那尤二姨不願意 所以那尤三姨只好說 好吧 那我也救不了你了 大概是那樣的意思 那其中就提到說 怎樣的事情是不容安生 就是天不會給你一條出爐 讓你活命的啦 那就是巨憂 那巨憂我們用文言文講 比較雅致一點 叫做兩母共臣一聘 這樣聽得懂了 那聘是男生還是女生 聘是女喔 母的 就是聘姬私臣是女性 母才是公的 這樣聽得懂了 好 所以這裡的賈榮跟他的父親賈蓁 恐怕都有關係 那所以某個義來講 尤二姊 尤三姊 他們確實在德性上面 在行為上面不是完全純潔的 不是你有可以非義的地方 所以他們絕對不是我們一般讀者 所以為的 好像他們又是被男性玩弄的可憐女性 不只這麼簡單 可是我們沒有時間多說 總之回到我們的第64頁這邊 那賈蓮呢 所以你看那樣的尤二姊 那現在受到了賈蓮的挑逗 他事實上是接受的 你們看一下1013頁 那第二行呢 我們賈蓮就問那個 他看到二姊手中拿著一條 拴著荷包的卷子在擺弄 便搭扇著往腰裡摸了摸 就故意說 哎呀 我的檳榔荷包也忘記了帶了來 那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 那二姊就說 沒有 我的檳榔從不給人吃 那賈蓮就硬要去跟他拿 那二姊怕人看見不雅 連忙一笑撂了過來 那賈蓮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 撿其中的是吃剩下的半塊撿起來 那麼放在口中吃了 然後又把剩下的都收藏起來 是不是又變成了某一種 半強迫半退半舊的定情物 那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他為什麼要吃的是特別是吃的一半剩下來的 這不就間接接吻的意味嗎 這樣了解 所以這中間都有 講得直接一點 這一種都是涉及到體液交換的行為 所以果然他們後來是不是就是 撕取在外了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很明顯是攝影類 我們就不用講 不過在這邊我還想要跟你們多補充一個小東西 就是說顯然他們是有帶檳榔的 那檳榔到底是什麼作用 請你們在腦海裡 絕對不要出現在台灣看得到的那個畫面 滿血盆大口有沒有 那種很恐怖會嚇死人 你們要注意 這個跟《紅樓夢》中描寫的不一樣 台灣會出現這麼可怕的景象 是因為在檳榔裡面加了那個石灰吧 那個嚼一嚼就會變得很可怕的紅色 那你吐出來就會有那樣的一個 一個觸目驚心的畫面 其實通常他們是應該吞下去啦 那但是《紅樓夢》裡面這裡的檳榔不是 他純粹就是檳榔 那所以究竟為什麼突然在這邊出現這樣的東西 構成這一對男女之間的一種傳情 甚至是體業交換的一個憑藉呢 有人認為這個檳榔有一點 其實就是他們的類比來講 不精確的類比 就是有點像口香糖這樣的東西 就是閒暇無聊 那要個零嘴 可是又不是要吃飽 那所以就隨身帶著 你看連甲蓮是不是也有檳榔荷包 所以他假托說我沒有帶來 然後跟人家要 所以這大概是他們這種階級 大概隨身也會帶著一些小東西 小玩意兒 那有的是可以聞香 有的是就是你放在嘴裡面 可以去打發時間 那你們知道檳榔其實是有清香的味道 然後我考察過那個《本草綱目》 跟相關的那個草藥的古典的文獻 其實檳榔他事實上是有很多的功效的 所以他也其實是可以作為一種養生的用途 所以這裡面其實是那種階級的一個產物 所以不用說了 那等一下你們再往下看 那我們甲蓮收下了這個檳榔荷包之外 他其實也偷偷把他腰帶上面的九龍玉佩 是不是就丟給尤二姐 那麼尤二姐有沒有收下來呢 有 所以這也變成了一個交換 請你們注意這個交換行為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講義下面有一個表格 就是針對這些所有現象的共通性 我們做了一個整理 而這個整理你就可以看出來 對這三種關係 我們作者的取義 以及他所想要展開 他的那個價值評斷的地方在哪裡 好 那最後一點點 我們只有一個很簡單 所以我們把他講完 那麼第四個跟社營類有關的 就是思琦跟潘宥安 也就是把蛇帶進伊甸園的罪魁禍首 就是思琦跟潘宥安 那這個是夏志欣先生 就是美國一位非常知名的漢學家 他的比喻 他說那個繡村囊簡直就好像是 跑進伊甸園的蛇 那也就是讓這個樂園崩潰的一個主要原因 那這個繡村囊我們以前解釋過了 就不用說了 而這繡村囊後來被發現 是不是果然也導致了王夫人的超檢 對不對 那當然也同時就這個造成了思琦 還有誰 不只思琦 還有誰通通都被撵出去 是不是還有方官 還有那個四兒 對不對 然後秦文是也被撵出去 所以這是大官員第一次重大的一個打擊 而且也確實造成了一個小規模的離散 而這個離散越來就會越變本加厲 而完全這個崩潰 好啦 所以我想當然思琦跟潘雲之間 還是有情感基礎 所以這也是我們要澄清一下 只不過是說他們確實是涉及到 一個比較是低層次的 形而下的這個肉欲層次 所以我們還是把它歸在這一類 不像官情類就是純粹是情感的交流而已 好啦 那麼我們把這八種 全部都講完之後我們要請各位最後一句話 就是我們再回來看 官情跟攝影之外的所謂的聯姻 那麼婚姻是一個很神聖的 有關繼承家世的 那麼也可以說是跟這個宗族的綿延 有關的重大事件 那作者又是怎麼樣去安排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還有他們這個安排的這個後果如何 那麼這些我們完全整理起來以後做一個對照 你就會發現作者在聯姻類 特別是用秤的手法去這個 進行他的敘事的一個策略 那官情跟攝影都是當事人有自覺 而且甚至是刻意去經營出來的 一個人跟人的關係 可是聯姻類就不是 這不是就很有意味嗎 那麼聯姻為什麼不是由當事人自主 如同我們現代人所推崇的價值 這個又是我們得要去面對跟思考的 曹雪芹畢竟活在200多年前 那麼他在他的階級 在他的一個文化背景裡面 他怎麼樣去看待婚姻的價值 跟婚姻所應該被要求的內涵 那這個就是我們下一次 希望能夠把他完全講完的地方 我們今天先上到這裡 但是你們兩個人會不會有東西 在教會上出獄的